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焦点视频我们继续很开心邀请到国际物业研究中心Jack和大家聊聊 大家好我是IPRC的Jack Jack 今集我想问一件事 很多观众或者坊间有很多人士 一说我去想去选购海外物业的时候 他们都一定会有一个难题 或者都会有一个招爆头的地方 这么厉害? 是啊 就是很多时候那个发展商或者那个物业中心都会跟他说 陈生 喂 你是时候要想想的了 让你选择了 究竟你这个物业如果你买了之后 你会选择自己放租 还是交给我们的发展商去帮你租 然后我们再给一个保证的回报给你呢 你快点想啊 不要慢了 3月立刻回答 没错 所以陈生通常就会招爆头 那我想问啊 如果陈生找你 你会怎样去解答他呢 哇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这样说的 应该这样说的 通常发展商给你选择的时候呢 他的保证回报呢 都是令你安心的 令你安心的 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这个市场是怎样的 一个游戏的规则 那如果 你可以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自己去放租的 那你就知道了 究竟我现在的租务市场的状况是怎样啊 因为其实我们 买开了物业呢 我们不是买一棵菜嘛 我们一定要去做research的 或者一定要去做功课的 那最小最基本的东西 你都知道你投资的时候 你的投资回报是多少 你的投资急码之后 你可以得到多少个return 这个是你需要知道的 那其实很容易去判断的 那第一件事就是说 首先我们在一些 当地的一些房产网站里面 你会看到某一个物业的租盘 和某一个物业的放售的卖盘 那卖盘和租盘 你去计算一下 你会大约知道 一个物业 或者当地的租盘会大约多少 你如果说一个不够的话 我就看过十个 那一定会有个底在里面的 当你去选择的时候 你便非常划算 究竟我在看的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然 你会担心的事情 就是当我去收楼之后 我有机会是放不到出去 租不到出去 或者会不会有这个需求那么大 或者租客会不会突然间 不喜欢这个项目 可能有很多考虑在里面 所以有些发展商 他们会提供一些 租金回报的一些保证 一些plan给你 那这些租金回报的plan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里面 究竟 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plan 因为其实都有很多种的 因为有一种租金回报的plan 就是说 发展商人对未来前景很有信心 是的 他们只不过是 亦都是想一些客户 他有一个非常安心的 那假如 市场的租金回报 可能可以去到 5至8厘的回报的时候 他就去给一个 叫做 4至5厘厘 OK 那就是说 将来他按着你 现在买的物业的价值 去放租出去 以到时候的市场价值去计算的话 他可能还会赚钱的 所以 他也不介意 就是给一个 guarantee return 给你 令到你有安心 而他可以做第二次的生意 而去赚钱 这是其中一个方式 那这种方式 通常是维持在 可能 收纽之后 2至5年这个时间里 给一个guarantee return 另外有一种 那就是 那 为什么大部分发展商都不会这样做的 那就是说 其实呢 它的guarantee return 是一个gimmick 来的 什么叫gimmick呢 就是它的gimmick 就是想吸引一些投资者 去到一个很安心的状态 去买个物业 不过 这个guarantee return 是叫做 羊毛出智羊身上 就是说 有机会 在楼价上 做了一些mark up 把你的guarantee return 的数据 计算下去 那这一点 其实 也不是 不可以的 因为你只要看 mark up 程度 和市场的升幅程度 的比例 如果你说 原来市场的升幅 比例 或者物业价值升幅 比例 我追10年追不回 mark up 就会显生一个问题 就是将来你要买出去 买回价值 等于你买入的价值的时候 那个难度就会提高了 但如果不是 你说它mark up 我计算过了 两年至三年的升幅 其实我可能已经cover了 那条数 而中间我还要有租金去收得到的话 那你便当你自己 可能是预先预知了一些的升幅 那如果你再放多两年的时候 四至五年的时候 那你层楼便赚了 这个是有人这样的选择 但是不是建议呢 这个纯粹是说一个市场的状况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有没有做好功课 你的功课不难做 现在每人都有手机 你拿在手机里面 你只要找回 当地物业的租盘和卖盘 你就知道 其实那个价值和价钱 是不是值得你去投资 或者那个租金回报 是不是一个市场价值的租金回报 嗯 但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知道了 因为海外物业 有遍布不同的各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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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会不会说 有一些会比较偏远 或者二线 落后一点的地区的时候 其实它普遍 未来的升幅 就会预视到 其实会比较偏向高呢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通常会最集中的资源 放在一些大城市先的 OK 放在大城市先的 然后才到可能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你想一想我们国内的进程 OK 我们最开头发展的城市 是深圳、广州、上海、北京 是不是 一些一线的城市 那当深圳、广州、上海、北京 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周边的城市 是很落后的 OK 或者一些地方 其实未开发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贫穷的状态 所以其实海外物业 或者海外城市 一样 如果你说 我是一个冒险家 我冒险精神很厉害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买一些二线、三线的地方 但我个人建议 你应该要看回 当地的产业是怎样 你买那个城市 现在不是一个城市 但它可能 基本上 90%以内的土地 都是要来做 就是那个城市 90%以内的土地 都是要来做一个农田的 你想想 这个地方 你开发的难度有多高 而将来 你的政府 会不会在这里做开发呢 都是未知之数 而且 又没有政策去支持的话 你这样 投资下去的话 其实是会有些 选手的情况出现 甚至乎你将来是放售不了 其实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我不知道大家看以前 可能四五年前 有没有看过一些新闻 新闻就是说日本的楼 其实有些楼是可以送给你的 不用钱的 零售 零售 零元可以买一层楼 为什么呢 那些可能是一些农村的楼 那些楼 其实送给你都没问题 为什么呢 当中的雇都税 就是一些持有的税务 那方面 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买了一层楼 如果拿了一层楼 其实你就是需要付这些钱 但当然你说拿来自住 你喜欢的环境是没问题的 我喜欢在黄山上面 有一层楼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喜欢的地方 但如果你说拿来投资的话 那你就真的看回 那个刚性需求 是不是足够去支持你未来的发展 嗯 都是说那句 始终买物业 不是买一棵菜 那么简单 没说过价钱 几十万就和 但是几十万 其实都不是少 那所以大家 如果在处理一些数据 资料的分析上面 是有疑难 或者都想知道 最真实的一面的话 那其实可以请教Jack 国际物业研究中心 那电话 可以在资讯栏那里找到的 那下一集 我们继续和Jack聊聊天 再见 拜拜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点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大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详细 详细 请不吝点赞